在这个几乎人人都能飞的时代 那搭飞机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经济负担 不过飞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所有交通工具当中最高的 因此在瑞典就有环保分子他们发起了飞行耻辱运动 意思就是要乘客对搭飞机导致环境受影响而感到羞愧跟耻辱 借此号召大家向搭飞机说不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去年有23%的瑞典人放弃了乘搭飞机旅行来减少对气候变迁的影响 但是如果不搭飞机又想要去长途旅行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背起行囊准备好火车要到站了 对于为了环保而拒绝搭飞机的人来说 火车绝对是他们远行的最佳选择 因为火车的碳排放量远比飞机少 每个人每公里只会产生14克的二氧化碳 那搭乘火车的人数增加 最开心的当然就是当地的火车营运商了 火车营运商没开眼销 但是航空业者就没那么好过了 所以一家总部设立在瑞典的航空公司 现在已经开始采用生物燃料来飞行 努力减少碳排放 搭飞机几乎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旅行交通工具选择 但对你来说环保的方式那么多 你又会不会选择不搭飞机来减少碳排放呢